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华伦就是首批宣布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 而且立即动身,前往提早举行初选的辛汉布什尔和埃奥瓦这两个州 美国今天一份最低工资的就业无法让有孩子的单身母亲把托贫困 这就是区别,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竞选纲领 与伊丽莎白华伦同时竞选的还有美国前厨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朱利安·卡斯特罗 我们同时竞选可以显示希望能大于恐惧,光明可以超越黑暗,真理也能胜于谎言 包括华伦在内的几位民主党女性已经宣布或者预计会宣布参加竞选 其中包括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吉尔·斯腾·吉利·布兰德 夏威夷联邦众议员托尔西·加巴德 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和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契 还有人正在考虑是否参选 其中包括德克萨斯州前众议员贝托·欧洛克 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科瑞布克 以及前副总统乔·拜登 拜登去年中期选举时曾为民主党候选人站台 唯一能够撕裂美国的只有美国本身 我们看到已经开始撕裂了 我们必须加以阻止 现在就阻止 分析人士萨巴托认为 拜登的知名度可能最高 但目前没有一位民主党人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即使是拜登也并非是重量级的领跑人 他的民调支持率一直都在三四成之间 这不如有些处于领先地位的参选者的支持率 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提早进入竞选的时候 支持率也超过拜登 第三条路的吉姆凯斯勒认为 预计会有更多的人宣布参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党内初选的竞争道路因此会十分漫长 我认为这次提名明显不会出现一位全胜者 不会出现像2000年戈尔对布莱德利 或者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对伯尼桑德斯那样的胜利 角逐将会十分激烈 特朗普总统的民调支持率总体下滑 但在共和党人中还是很受欢迎 可特朗普党内初选时 可能会遇到前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凯西克的挑战 我的竞选策略是试图让国家团结起来 这就是我的竞选纲领 特朗普竞选连任的重点 一直就是巩固基本选民的政治支持 这就让共和党人很难有人会对特朗普总统构成严峻的挑战 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但是它是 such a complex thing to do 做 стран 因此